據北京市政府徵兵辦公室微信公眾號全息稱 7月14號 中共北部戰區81集團軍參謀長傅文化 首次以北京衛生區司令員的身份 出席北京市2020年徵兵工作電視電話會議 這意味著繼今年年初 北京衛生區政委換人後 這個中共軍事要害機關 在半年之內 雙雙更換了軍政主官 這也意味著傅文化的前任王春寧 從今年5月卸任北京市委常委後 如今又在卸任北京衛生區司令員職務 不是發生什麼特殊的事情 他不大可能被打入冷空的 此前 中共官媒報導 當局11號批准北京衛生區政委張藩迪 任北京市委委員常委 而王春寧則不再擔任北京市委常委委員職務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王春寧去向不明 中共官方至今也沒有公布他的新任職務 北京衛生區之前的軍政主官都屬於習近平的藍京軍區低系 這兩個人出問題的可能性是不大 現在奇怪的是 按現在這種佈局 衛生區的主官明顯是要降級為政軍級了 這就打破了很長時間高配处戰區級的慣例 旅美時事評論員鄭浩昌分析 習近平撤換北京衛生區司令員職務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習近平要減少高級軍官 把那些高配的職位打回原型 另一個是很特殊的可能 是現在中共處於前所未有的危機 內鬥十分激烈 習近平擔心他船位不保 想讓他的心服大秘 中少軍直接分管衛生區 但是中少軍只是副戰區級 要衛生區降級之後 才好讓他管 北京衛生區平時守護中南海等重要部門 戰爭時掩護中共高層撤退 有說法稱 控制了北京衛生區 相當於將半個北京置於手中 北京衛生區司令歷來由中共軍委主席指定 任用其信任的人 如今 王春寧在北戴河會議前夕 突然被免去北京市委常委職務 內幕引人猜測 現在由於中共內外形勢內外交困 整個政局在不斷惡化 習近平的地位是岌岌可危 在這種情況下 習近平他又提出一套能夠令人幸福的政治套慮 發展前景 目前是整個中共把習近平當成一個甩鍋匣 讓習近平來背這個孤 所以中共政變的環境具備 隨時也有可能發生政變 按照往年慣例 7月下旬至8月上旬 中南海高層人物將進入北戴河召開秘密會議 但每年的北戴河會議 幾乎都傳出中高層內鬥的消息 中共的內鬥是無時不刻都存在的 那麼內鬥裡面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砝碼 就是對軍權的控制和掌握 那麼從中共近幾十年的那個內鬥情況來看的話 軍方籌碼是內鬥的一個關鍵因素 北京衛戍區司令的換人 換的肯定是北京當局能夠信任的人 但信任這個人信任到什麼程度 作用能發揮到什麼程度 它的作用不會超過中央警衛局局長 7月8號 中共政法委對政法系統展開清洗行動 聲稱要繼續建制害群制馬 16號 習近平在《求是》雜誌發表文章再次強調 在所謂的堅持共產黨領導上 絲毫不能動搖等等 外界認為 中共內外交困 中南海高層分裂早已公開化 各派相互甩鍋 推卸責任 以求自保的跡象越來越明顯 在末日危機之下 習近平在北戴河會議前夕 強化軍權 擴大清洗 嚴防政變的意圖不言而喻